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开始阅读《哥罗西书》 这卷的书是保罗四卷监狱书信之一 另外三卷就是以弗所书 菲利比书跟菲利门书 顾名思义 监狱书信 就是保罗在被囚禁的情况当中 所写下的书信 保罗在哪个地方坐过监牢 学者认为有三个可能的地方 一个是凯撒利亚 一个是以弗所 另外一个是罗马 学者们的共识认为说监狱书信 大概是写于罗马 最主要的原因是保罗 在罗马的时候是上述到凯撒 在这个等候司法程序的时间 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不用劳碌奔波 不会被人暗杀 在那个的情况当中 他就可以专心的 透过一些的书写 然后这些 透过一些的同工把书信带到不同的地区 因此如果这一个的推销是准确的 那保罗的监狱书信很有可能都写于 主后60到62年的这一段的期间 这卷的书是写给哥罗西的 哥罗西是小亚西亚的其中一个的地方 那在比较靠近他的大城市就是老底家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看到 这个约翰也写信给七个的地中海 小亚西亚的这个教会 这个老底家就是在哥罗西的附近 那附近呢 另外也还有以弗所 那保罗很有可能不是设立 哥罗西教会的那个的创办人 但是哥罗西教会却跟保罗 在以弗所的侍奉有很密切的关系 学者是这样子去推敲的 保罗在以弗所逗留大概三年之久 圣经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他在那个地方把福音传遍附近的这个城镇 那很有可能也包括了哥罗西 他可能不是自己亲自到了哥罗西 但是福音的流通就去到那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这里 也有这样子说 在第一章的第五节 这都是因着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他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福音第六节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下 并且继续增长 不断结果之 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传到哥罗西 透过保罗或者透过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 在那边建立了教会建立了门徒这些的信徒 去到哥罗西 因为不太远 去到哥罗西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来去传福音 建立教会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哥罗西书里面 也提到一个人叫做以弗福 在第七节 这福音是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做古人的以弗福学到的 很有可能就是以弗福 在以弗所学到了这个 或者听到福音信主了 他就把福音带回到哥罗西 然后建立了这个的教会 建立教会过后 当保罗在罗马座监牢 哥罗西教会也把以弗福给派送过去 来去帮助 来去关心保罗 让保罗能够从以弗福音当中 知道哥罗西教会的处境 也能够来去写信 回应他们的这个情况 我要弄清楚两个人 在菲利比书的时候 我们提到以弗福音提 跟这里的以弗福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是以弗福 是哥罗西的一个信徒 很有可能也是哥罗西教会的 其中一个的元老 福音透过保罗 透过以弗福 传到哥罗西 哥罗西 这个以弗福就代表 哥罗西教会去关心保罗 也把哥罗西教会的处境 告诉保罗 保罗就透过另外一个的同工 叫做推积鼓 在哥罗西书里面有提到 就把信件带回到哥罗西当中 这就是当时候的这个的情况 那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哥罗西教会 有什么东西引发他的关心呢 从哥罗西书里面 我们可以很隐隐约约的看见 哥罗西教会正在面对假教师的威胁 到底这一个班的假教师 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在圣经当中 哥罗西书里面有提到 他们也强调行割礼 守这一些的食物的条规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读哥罗西书 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处境 或者说这一些的假教师 所强调的东西 又好像超越了犹太主义 我们在比如说读加拿太书 所提到行割礼 守律法的这一些这样子的情况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如果加拿太书跟哥罗西书的对手是一样 大概同样一对的人 就是这一些犹太主义的人 那么我会发现到在加拿太书里面 保罗谈律法是谈得很多的 因为这就是这些律法主义的人所坚持的 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 这个字却完全没有被提到 因此学者认为说 它不是单纯的律法主义 那如果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治理行间 我们也看到这一些的对手 或者是这些假教师 他们也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宇宙观 他们强调天使还有其他的东西 因此有近代的学者认为说 保罗所面对的这些假教师的背景 可能一方面有犹太教 那另外一方面又加上一些异教的思想 天体啊 天使啊 宇宙啊 这些是不常存在犹太教思想的这些元素 因此有人说 保罗在哥罗西书所面对的这些假教师 是一种混合主义 他们有犹太的背景 但是也加上很多异教的思想在当中 就把基督的信仰搞混乱了 那保罗怎么样来去回应 或者怎么样帮助哥罗西教会 要去小心抵挡这些假教师呢 保罗的出发点 或者保罗的所提的解决的方案 是什么呢 他提醒哥罗西教会 要重新回到主耶稣基督身上 因此我们看到哥罗西书 其实是一卷保罗基督论 非常丰富的一卷的书 这卷的书强调主耶稣基督 强调不单单 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我也说保罗也强调十字架的道理 主耶稣 但是哥罗西 这个哥林多前书 保罗强调基督的时候 通常强调基督的十字架 强调基督的救恩 在哥罗西里面 保罗强调的更是那一个 我们叫做高的基督论 宇宙的基督论 这一个创世以前的基督论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 第一章里面的一首的诗歌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 回应这一些假教师 这一些犹太 再加上异教的混合主义的这些假教师 保罗提醒他们 重新回到福音的中心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超越的 主耶稣基督才是宇宙的主宰 万物都借着他而造 这是保罗第一样所提到的基督论 第二 基督论不单单要成为一种的头脑上的理论 基督论也要成为基督徒生命的方向跟指引 换句话说 我们不单单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要活出主耶稣基督 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的提醒 这些假教师 可能他们都强调谈一些很神秘的东西 强调这一些的超越的某一种的智慧跟思想 那保罗提醒他们 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生命随即会因着福音而改变 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卷的书提到两方面 基督论 第二 就是怎么样的基督徒生活 在福音里面的生活 这是哥罗西书的一个的重点 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稍微看一看 在第一章就出现了 保罗引用了一首的诗歌 这首诗歌是不是保罗所写的 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不是保罗写的 就是当时候已经相当普遍的一首的歌颂 主耶稣基督的诗歌 而保罗也认同 因此就把它放在他的属性当中 这个段落就出现在第15到第20节 我们来看一看 稍微看一看 看看基督论保罗是怎么样呈现一种 high christology 首先他讲什么呢 爱子第15节 就是主耶稣基督 是那看不见上帝的像 就是说 主耶稣把上帝给呈现出来 上帝是看不见的 但是耶稣基督可以看得见 那他是首生的 或者他是长子 第一个先生的 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物之先 万有都是在他里面被创造的 他在一切被造物之先 弟兄姐妹要小心 耶稣基督的诗歌 他们有自己翻译的新约圣经 在这一段里面 我曾经看过 也跟他们辩论过 他们是修改了这个字眼 他说主耶稣是首生的 是其他被造物之先 其他 但圣经的原文是指一切 一切就表示主耶稣不是被造的 一切被造之先 所以我们看到 他说主耶稣的先存性 什么 pre-existence 先存 他首先存在 然后万物都借着他而被造 换句话说 他也是万物的创造者 是借着他 也是为他而造 在第十六节的结尾 还有他也是万有的维持者 对吗 他在万有之先 第十七节万有靠着他存在 他是那一个providence 对吗 他维持万有的存在 再来呢 第十八节就讲到 他是身体 也就是教会的元首的头 他就是教会的首领 他是创造者 他在创造以前就存在 他是创造者 他是教会的首领 他怎么样说首领呢 后面就提到 上帝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使万有 借着耶稣基督与自己和好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这一段的经文 不单单表达 人与神和好 当然这个是重点 但是 经文的用词是更加inclusive 对不对 万有 包括天上的 地上的 天上的 都在耶稣基督里的宝血 出成了与上帝之间的和平 我们看到这一个的Christology 就是很广的 很inclusive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谁信靠主的 包括整个宇宙 都要在他里面被更新 他是 pre-assistance的 他是先存的 他是创造者 他是维持者 他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叫万物都在他里面与神和好的那一个 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强调基督论 就让我们看见他的对手所忽略的东西 他对手就是忽略基督 强调很多神秘的事情 但保罗强调基督 弟兄姐妹 今天 如果回到圣经 我们看到圣经强调 主耶稣基督 强调他的十字架 强调福音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可能忽略掉的呢 求神联名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认识 主耶稣基督 认识主的福音 并且活在主里面 活出信仰 荣耀你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